是黨團總召 現在如果根據新聞的發展 是下個禮拜有雙手掌的會議 而這件事情 會好好的就事論事來討論嗎 因為我們來看一下 柯文哲動怒呢 其實講這個髒話已經三次了 因為怕被NCC罰錢 柯市長可以講 但是我們媒體要有媒體分析 所以我們不能說 所以我不念了 就9月5號先罵了第一次 9月6號又說了一次 而且他坦言是什麼 就是說要想把吳英寧換掉 但是因為政治操作輸人 所以才作罷 所以今天被問到說 惹毛柯文哲 就吳英寧就可以變不分區立委 哇 真是奇怪的標準 好 所以接下來 這個案子會好好討論嗎 還是就是他流於髒話啦 不分區立委啦 原來又是民進黨派了一個人 要把柯文哲搞掉 我覺得柯市長的情緒 有點狀況 其實不太健康 這個情緒性的發言 或者是把它推給這個 政治派系的操作 讓這幾天這件事情的發展 在柯市長的這一個部分 完全都沒有觸及實質的 公共事務的討論內容 那麼甚至連 連總經理可不可以上臉書 他都有意見 我就在這裡念一段 吳英寧總經理剛剛PO的臉書 好 他說政治是眾人之事 但我不是候選人 不會是選戰的工具 也不希望成為誰的政治提款機 我無意去挑戰誰或激怒誰 農業產銷的重大公共建設 要議題的討論 沒有體制內外的問題 要及時廣益 他知道他自己 常常成為媒體焦點 他不善政治工坊 臨場的反應也不夠 所以大家會很擔心他 但是他還會繼續努力 重點他說 他下禮拜一會回到 他會去市府的雙首長會議討論 你可以發現這段時間 不管柯市長抱什麼樣的出口 或者是說講他懂什麼 或者說他不來開會 根本是謊言 或者是再怎麼不堪的言語 北農總經理吳英寧 沒有一句對柯文哲 惡言相向的記錄 那這照道理講 如果兩方要吵架 越吵越不可開交 就沒辦法討論 可是明明有一方是很冷靜 明明有一方是很希望 回到事情的討論 這件事情是什麼 果菜批發市場的改建案 對 果菜批發市場的改建案 可不可以更符合 使用者的需求 更符合周邊的發展 更省錢 那麼對於農民可以更有幫助 對消費者更有幫助 這是重點 對 不過很可惜 剛剛瑞德兄有提到一部分 我盡量不要重複 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他到底有沒有開會 這個已經很清楚 當然是有開會 有一些節目已經討論過 所以我只要大概提一下 就是這些會議的性質 不管是在市長市的會議 就是跟市長當面開會 雙首長會議 就是下週一的雙首長會議 或者是市場處跟新工處的工程會議 又或者是跟蔬果跟蔬菜跟青果公會的溝通會議 吳亦寧總經理都有參加 那麼北農所提出的需求建議 是不懂什麼的人的文學創作嗎 是吳亦寧總經理晚上睡不著自己寫的嗎 不是 不是 是一個改建小組 花了很多次的會議 所提出來的需求 而這些需求呢 並不是用嘴巴說說 這些需求是由公文的往來 我舉一個最近的例子 這是今年7月24號的一份公文 是北農公司發給台北市政府一個公文 這個公文就是對於這麼長久以來改建需求 彼此這個討論裡面 他有回復了一份需求的確認表 就哪一些是確認的 哪一些是還沒確認 哪一些是覺得他不符需求的 可是為什麼市長會覺得說 他懂什麼 然後都在外面放話呢 這7月24號的公文 也只不過大概是一個半月前 對 所以理論上 局處首長應該要讓市長了解這件事情 所以清風我想問 就你的了解 是這些局處首長欺上瞞下 所以柯文哲被蒙蔽了偏聽 還是柯文哲真的就是因為 聽到吳亦寧三個字邊就講了 情緒就有很大的反應 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當然我覺得局處首長蒙蔽是有的 但是更大問題是柯市長 我先把最後一部分提到 譬如說以結果來看 這個是 這個版本是市府的版本 那第二個版本是 北農公司所提出的需求 那這個是滾動修正版 也就是說現在 目前為止市府修正後的版本 講一個就好 譬如說這個地方有 拍賣場含低溫卸貨區的部分 市府的版本本來是兩萬五千平方公尺 對 那麼北農的這個建議版希望能增加到三萬四千平方公尺 是 最後經過滾動修正之後 現在的版本修改成為三萬一千三百六十五平方公尺 也就是說北農提出的是一個更周全 那麼也可以被專業接受的一個版本 對 那怎麼會說 他是不懂的呢 所以一個部分我覺得是 局處所長是以蠻事實的 所以你才會發錯新聞稿 發錯公文 然後在議會打詢的時候 去搜出說他沒有來開會 那第二個部分是 柯市長要負比較大的責任 因為他的情緒 你不能怪給下屬 他為什麼對於果菜批發市場的改建 明明他知道他有指示 吳云林總經理要去研理替代方案 他明明也應該可以理解 這個修正其實是應該有參與的 可是他只要聽到北農 只要聽到吳云林就keypup 到底是為什麼 這個後面就是後面政治上的一個 我坦白講 他這個幕僚 他這個是不是很想把他換掉 他換不掉所以就生氣 我覺得這個情節太嚴重太嚴重了 其實從北農的爭議 人事爭議以來 我們經歷了菜價 不管是聯修也好 或是這次的823大水也好 菜價是相對平穩的 北農公司的改革是很明確的 再加上對於這次果菜批發市場 北農公司所提出的建議 是非常的有貢獻的 可是柯市長卻一直有一個心結 就是為什麼你不聽我的 我是你的老闆 我是你的長官 然後你不進來議會 害我在這裡被罵 究竟是誰罵柯文哲市長 究竟是誰借北農事件炒作 在議會裡面 在炒作這件事情 我來提醒大家 國民黨的議員 借由北農事件炒作 北農公司送洋酒給民進黨 民國黨的議員 借由北農公司炒作 吳英林總經理看不懂財報 高薪的這個實習生 誰 國民黨的議員炒作殘菜事件 所以究竟是誰 借由北農事件在罵柯文哲 所以打手是誰 那他現在 那他現在又認為說 吳總經理是民進黨的打手 是民進黨派系的打手 我是真的覺得不健康啊 最好是冷靜 或者是求助專業的醫生 回到市政的專業問題上面來 我覺得會是比較好 所以下週一的這個會議 吳總經理他的結論說他會去 我覺得這個很好 我們樂見這個事情 回到實質內容的討論 也希望柯市府不要再情緒性發言 跟政治操作 但是我呼籲 這件事情因為還有時間 到明年5月之前 這個事情才會發包 柯市長就秉持他 KP認同卡的第11條 公開透明 加強這個公民參與程序 把這個案子呢 就開公聽會 讓各類的需求進來 我們南部 我們南部美農 也有很多果菜是批發到北部來 批發業者 產地 物流專家 各種專家都可以來討論 這個時候吳英林的因素 就會變小很多啦 大家就事論事 柯市長就不用這樣keep 或是每天三天兩頭 就要罵XX的 好 志宏來自高雄 等一下會讓他補充 高雄對於怎麼看北農 這個蔬果的市場 因為他們也有需求 必須把菜運上來 但我想問仁俊呢 就是說 剛剛其實 就是慶豐議員 在我們節目當中 已經念了吳英明最新臉書 我要再來念一下 他很開誠不公 告訴大家就是 政治是眾人之事 但我不是候選人 我不是選戰的工具 當然不希望 成為誰的政治提款機 然後他說他不是去挑戰誰 甚至激怒誰 那麼攸關農產運銷的 重大公共建設 議題的討論 沒有體制內外的問題 應該集思廣益 才能夠演你出更好的方法 而重點就是 剛剛欽豐議員也說了 我們下個禮拜一 會去市政府的雙首長會議 那麼講述 公司的需求跟建議 然後加油 但是這過程當中我們看到的是 柯文哲似乎他自己都講了 他就是想換掉吳英明 所以吳英明真的做這麼不好 讓他想換掉嗎 那麼換掉你看已經是第二波了 我記得上一波的時候 我們曾經講過 吳英明是不是因為黨人財路 所以非得被換掉不可 而現在又有一個 11億的版本 可以省下11億的版本 所以大家就會聯想說 這個政治操作背後 是不是才真的有什麼不能說的秘密 我覺得柯文哲對吳英明的觀感 從過去幾次他在市議會裡面 接達詢的時候 那被問到這個吳英明的去留問題 包含他是不是任 這個北農總經理的這個問答過程 你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柯文哲心中的那個定見 就是覺得他其實是不是任 但我也必須講 就是說北農總經理 跟北農董事長這樣一個職位 我想在座都有議員 大家對這個問題都很理解 不管你關股什麼五席 到最後民股去資源 變成六席的 就是你大概就是一個協調的狀態 所以你沒有辦法換掉他 這是一個事實 那我覺得當柯文哲在這個事件上面 他做了一個的操作 就是說我現在從媒體的觀點進來看 吳英明是不是任總經理這件事情 其實在當時喜歡吳英明的 討厭吳英明的 各自都有定見 柯文哲他一定認為說 反正吳英明大概名聲沒有太好了 所以呢就直接打這個進來打 所以不管柯文哲今天 只要一聽到吳英明這三個字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他直覺的反應 可是這是我們在觀察一個市長作為裡面 作為評判他 是不是在這件事情上 事格或事任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標準 也就是說過去大家質疑吳英明沒有資格做 你可能沒有任何的經驗 你可能沒有做任何的事 那最少在這件事情上面 對 那最少在這件事情上面 吳英明有提出了一個 基於他北農總經理的這個工作 那他提出了一個版本 我不敢講這個版本好或不好 為什麼 第一個我沒有看過這個版本 第二個我不是實際使用者 你知道現在包含像攝影棚的這個布置 大家會覺得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 像有人喜歡坐在風口 下有人不喜歡覺得冷或怎樣 那是個人使用者觀感的問題 可是當柯文哲今天在議會那個答詢 第一時間他所呈現出來的是 我是不好意思說他懂什麼東西 那我們就回來問 柯文哲你在那個時間點 到底知不知道這個案子的具體內容是什麼 剛剛清風提到了說 是不是有官員蒙蔽了柯文哲 我覺得這是柯文哲你內部必須要去理解的 因為這個是官員你後來幾個荒腔走馬 一下說人家都沒來 一下說其實是有來 然後再來講說對不起啊 因為我表達的方式造成誤解 但是來幾次不是重點或怎麼樣 那我想清風那邊 那我覺得是凹了嘛 那我想清風剛才也出示了 就是幾個他原來的這個話 這個版本裡面有沒有什麼調整 或怎麼樣的一個差異 所以回來就是當柯文哲在第一時間 他聽到吳英尼這三個字的時候 他甚至不願意去理解說 這個案子到底是什麼 好不好 如果他真的知 如果他完完全全不知道這個案子 你按照常理來說 很奇怪 阿伯農怎麼還有一個案子 你最早要先回應一下嘛 你最早要先理解 但你不是 你是第一個時間 我是不好意思講一下 那我先問 在那個當下 柯文哲到底知不知道有這個案子 是 看到所有的過程進來 應該柯文哲當下應該不理解 發生什麼事 他說我不需要去理解這個版本 好 那就問題就回來了 我不需要理解 他為什麼不需要 那我們就回來看 你省11億耶 那我們就回來看 當時我們一直討論過 這個柯文哲的有一個柯P的認同卡 對 這個認同卡裡面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在這裡 重大公共工程 必須要落實公民參與的作業程序 不行